美国的故事第五十章 记住女士们 上 作者碧兰 朗读者友谊 记住女士们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 是男人们展示力量和智慧的舞台 但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 他们与父兄夫君一起 以他们对革命的理解 以他们特殊的方式 为这段历史刻上自己的痕迹 他们是普通的母亲 妻子女儿 他们身边的男人是战士 将军 政治家 外交家 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田间 作坊 商场 军营 政治沙龙 欧洲宫廷 有人叫他们建国国母 有人叫他们自由的女儿 不管是母还是女 他们都尽心尽责 把爱献给他们的亲人和国家 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 一点也不亚于七尺男儿 难怪康沃利斯将军说 即使把北美的男人都杀光 战争也不会结束 因为他还要对付所有的女人 如果你问美国最著名的国母是谁 可能你得到的第一个名字是阿比盖尔亚当斯 阿比盖尔是约翰亚当斯的妻子 她是美国第一位第二夫人和第二位第一夫人 她既是总统的妻子也是总统的母亲 这一殊荣至今为止 只有一个女人与她分享 那就是巴巴拉布什 但阿比盖尔之所以出名 不是因为她的总统老公和总统儿子 而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她的爱过情怀 阿比盖尔生的娇小玲珑 却是个大才女 她的写作技巧足以让文笔犀利的丈夫甘拜下风 历史学家们很幸运 因为阿比盖尔的笔为他们描绘了一场真实生动的美国革命 他与亚当斯父子以及其他政治领袖的通信 还有他的日记 都是对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最宝贵的记录 阿比盖尔的政治嗅觉异常的敏锐 她的见解在很多时候都远胜当时的政要名流 她说她是第一位对美国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 18世纪的北美和欧洲的女人没有公民权 没有义政权 甚至没有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 她们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 那些永远彬彬有礼 处处女士优先的绅士 在女士面前所有的殷勤体贴温存 是出于爱 出于强者对弱者的怜悯和关怀 但不是出于平等的尊重 阿比盖尔也许是第一个倡导女权的人 在他心中 革命的目标是全体美国人的自由 而不只是男人的自由 可惜亚当斯 华盛顿 杰弗逊 以及所有的国父都是性别主义者 为保护美利坚的母亲和女儿们 她们可以出生入死 但是女权 想都不要想 每当阿比盖尔谈到女人的平等权利 国父们就会集体失聪 他们才不跟女人一般见识呢 早在1775年 亚当斯还在费城开大陆会议 绅士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上讨 如何与女王妥协 阿比盖尔已经在思考独立了 他说让我们与英国分离 他们不配做我们的兄弟 让我们祈求上帝摧毁他们的意志 消灭他们的企图 他甚至跟亚当斯讨论独立后 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亚当斯很同意妻子的意见 但他也很明确地告诉阿比盖尔 女人不应该过多地谈论政治 1776年3月 大陆会议就独立的议题 展开激烈的讨论 阿比盖尔在给亚当斯的信中 写下了那段经典名言 我真希望你们已经宣布独立 在你们将要制定的新的法律中 我恳求你们记住女士们 要比你们的先祖对女士更宽厚 更关照 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丈夫手中 记住所有的男人只要条件允许 都可能成为暴君 如果女士们得不到关怀和照顾 我们就会挑起叛乱 我们将拒绝遵从法律 因为法律中没有我们的声音 也没有我们的代表 亚当斯是怎样回答妻子的呢 他用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 你们女人不需要权力 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权力 他说我们男人似乎很强势 但那只是表面的 我们哪敢不公平 不温柔 我们看上去是主人 实际上是仆人 完全服从裙带的调遣 你们一声令下 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战士们 会勇往直前 呵呵 亲爱的 等着吧 150年后 女人才有投票权呢 自从亚当斯卷入政治 他不得不放弃律师业务 他先在费城做大陆会议议员 后来又被派往欧洲 历任住法特使 住和特使 住英公使 长期不在家 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阿比盖尔身上 没有了亚当斯做律师的收入 在城里的生活也就没了着落 大陆会议那点工资发和不发差不多 阿比盖尔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 离开波士顿搬到乡下的小农场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大主教的女儿 卷起袖子当起了农妇 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把农场打理得井井有条 果园 麦田 菜地都收获破风 在艰辛的岁月中 阿比盖尔用勤劳的双手维持了一家的温饱 他还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保证他们学业有成 亚当斯出使欧洲时 阿比盖尔只踢了一个条件 你要走可以 但必须带上长子 十岁的小神童 约翰·昆西亚当斯 他要让儿子去欧洲受教育 约翰·昆西亚当斯先后在法国荷兰瑞士读书 十四岁就给美国驻俄特使当翻译 成了最年轻的外交官 阿比盖尔也许不知道 他正在为儿子铺设了一条通往白宫的道路 在阿比盖尔的挣扎和等待中 有一位朋友永远不离不弃地支持着他 这位朋友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女 墨西奥地斯沃伦 他生于1728年 父亲老詹姆斯 奥地斯是个法官 后来当选为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 墨西从小就与兄弟们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一起读书 男孩们长大后都进了哈佛 女孩们就留在家里 失去了深造的机会 但墨西凭借着过人的天赋 成为卓有成交的作家 剧作家 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墨西的父兄都是马萨诸塞政坛最活跃的人物 他们的家就是个政治沙龙的集会地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名人来访 在北美抗税风波刚刚兴起的时候 奥地斯家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亚当斯兄弟 汉考克等当时最著名的革命者 都是奥地斯家的常客 还记得第一个提出 没有代表的税收就是报证的那位大律师詹姆斯奥地斯吗 他是墨西的哥哥 墨西的丈夫詹姆斯沃伦也是个著名的政治领袖 他与亚当斯兄弟一起组建通讯委员会 卖出了殖民地联合的第一步 在这种浓郁的政治氛围中长大的墨西 对政治超级敏感 有人说上帝把墨西和阿比盖尔这两个女人 安排得恰到好处 因为他们住得足够近 他们成了好朋友 也因为他们住得足够远 他们不能天天见面 只能通过书信互相倾诉 正是他们的文字为后世留住了这段历史 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 清教是基督教派别中最保守的一支 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娱乐 甚至不能高高兴兴地庆祝圣诞节 好像只有苦行僧式的修行 才能体现基督教的真正教义 但这种刻板枯燥的教育 没能遏制墨西的天才 他从来没到剧院看过戏 因为波士顿没有剧院 但他却凭想象写了五部戏剧 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诗歌 既有犀利的政治见解 又有浪漫的少女情怀 1805年墨西的 《美国革命的兴起进程》和结束出版了 这部长达三卷的著作 是第一部由女人写成的《美国革命史》 华盛顿驻兵波士顿城外的坎布里奇史 经常邀请阿比盖尔和墨西到军队去喝茶聊天 从他们的谈话中受益匪浅 华盛顿喜欢成熟有智慧的女人 他很欣赏他们的才华 两位女士也很享受与华盛顿的交往 他们常与丈夫亲友们八卦一下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 阿比盖尔写信给费城的亚当斯 对华盛顿的容貌举止品德赞不绝口 还找了一首诗来形容他的伟案 搞得亚当斯吃了半天甘醋 其实阿比盖尔他们去军营 更多的时候是与另一个女人拉家常 她就是华盛顿的妻子玛莎 马莎没有阿比盖尔和墨西的才华 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 甚至写信时语法经常乱七八糟 她每次给阿比盖尔和墨西写信 华盛顿都会亲自给她把关 省得让才女们笑话 实际上她完全不必担心 马莎非常聪明灵巧 她的温柔亲切简单从容 不仅征服了新大陆最强势的男人 也赢得了女人们的心 阿比盖尔对马莎的评价很高 她说马莎在平平淡淡中 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她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马莎都是个小女人 她身高一米五五左右 与一米八八的华盛顿站在一起 称得上最萌身高差 有人说华盛顿是看中了 马莎的钱才跟她结婚的 这可能有点小人之心了 马莎的财富确实让她很有底气 华盛顿也确实不会娶一个 平民家的女孩 但她们同样都不会忍受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 事实上 不管是当事人的记录 还是历史学家的研究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和谐亲密恩爱的第一家庭 生于安乐 长于富贵的马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守着自己的家园 相赴教子安度一生 在华盛顿没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前 马莎从来没有离开过弗吉尼亚 1775年6月 华盛顿接受了大陆会议的任命 来不及回福农山庄 直接从费城赶往坎布里奇接管大陆军 临走前 她给马莎写了一封信 有点矫情的说 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但实在推不掉 我最渴望的就是和你在一起 马莎很伤感 但她非常清楚华盛顿的野心 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况且她也赞同丈夫的政治理想 愿意为她牺牲舒适的生活 对波士顿的围困进入胶着期 战事一时半会儿完不了 当华盛顿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时 她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马莎温暖的怀抱 1775年冬 华盛顿写信给马莎 请她来军营团聚 马莎克服了她的出门恐惧症 在寒冬中兼顾跋涉二十多天 才来到坎布里奇 这一路上她第一次品尝到 当公众人物的滋味 所到之处 各州各县的头头脑脑 和他们的太太都忙不迭地招待 大献殷勤 马莎明白 她那与世无争的清静日子永远结束了 幸亏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对突如其来的尊荣 不会受宠若惊 没人教给她怎么做 总司令夫人 她的本色演出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 马莎刚到军营的时候 战士们都好奇地赶来看将军夫人长啥样 她是不是美丽动人 是不是雍容华贵 她是不是像公主一样骄傲 当他们看到身材矮小 相貌平平 衣着朴素的马莎 从马车上下来时 还真有点大跌眼镜 觉得她配不上高大威武英俊的将军阁下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个小女人似乎有一种魔力 把他们的总司令管得服服帖帖的 在她来之前 华盛顿中日严肃地让人害怕 冷得像块冰 好像人人欠她二百块钱 马莎一到 华盛顿立刻放松了很多 脸上的表情也有了亲和力 有一次一位年轻军官去向华盛顿报告点事 华盛顿问她今年多大了 她说二十岁 华盛顿说 你这点年纪就当军官 不觉得太年轻吗 小伙子紧张死了 结结巴巴地说 我虽然现在很年轻 但我每天都在变老 这时她看到华盛顿扭头 与坐在旁边的马莎相视一笑 这个浅浅的微笑 显然给这个小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逢人就说 我看见她笑了 可见华盛顿平时有多严肃 有马莎在军营有了女主人 华盛顿也有了主心骨 她把那些迎来送往的杂事 全交给马莎 一到冬天休战的时候 军官太太们都来军中探亲 还有各地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也来拜访 华盛顿喜欢有女士相伴 但三个女人一台戏 她们难免东家长西家短的调点事 一碰到这种主 华盛顿就以军务繁忙为由 玩失踪 留下马莎对付叽叽喳喳的女人们 马莎总是亲切耐心的倾听所有的诉求 把每个人安慰得舒舒服服的 尽管马莎在军营有很多应酬 但那绝不是她做的唯一的事 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缝补补上 后世的美国人一提到马莎华盛顿 他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锻造山谷那个著名的冬天 由于供应极度匮乏 战士们缺医少食 两千人冻饿而死 马莎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 看望生病的战士们为他们缝补衣裳 还带着军官太太们仿杀织布 为战士们送去温情 马莎的身影就是母性与女性的象征 据说华盛顿怕马莎染病 不想让她去看伤员 马莎说 如果你放弃战斗 我就停止为他们服务 独立战争打了八年半 马莎在军营度过了八个冬天 断断续续加起来 将近五年的时间 她一般是入东来 出下走 她回忆说 每一场战斗的第一声 和最后一声炮响 我都听到了 她也许忘了 刚到军营的时候 每一声炮响 她都会发抖 这个曾经无忧无虑 小鸟依人的女孩 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和成熟 有人说 她的牺牲和奉献 是出于责任感 但在拉法耶特的眼里 她的故事是那么浪漫 她说 玛莎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 她疯狂地爱着她的丈夫 华盛顿需要一双温柔的手 那双手永远属于玛莎 不管出于理智还是情感 玛莎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出色的第一夫人 人们喜欢称她为华盛顿女士 而不是华盛顿夫人 一是因为女士是对贵族女子的特征 显示对她的尊重 二是因为女士更加独立 不是丈夫的附属品 以此表彰她对美国革命的特殊贡献 在军营中与夫君共度战火与硝烟的不知玛莎 还有其他的女士 比如诺克斯的妻子 露西弗拉克诺克斯 格林的妻子凯瑟琳 里特菲尔德格林 还有斯特林将军的妻子和女儿 斯凯勒将军的妻子和女儿等等 女人们在军营中结成的战时有意 后来成了他们最甜蜜的回忆 露西18岁时嫁给24岁的诺克斯 一年后独立战争就爆发了 她出身于波士顿一个富裕的保亡党人家庭 父母坚决反对她与诺克斯的婚姻 因为诺克斯是革命派 但露西不顾一切地与心上人在一起 1776年1月 诺克斯经过两个月的跋涉 终于把60吨的各种大炮 从提康堡运到了波士顿的城外 这些大炮是导致英军撤出波士顿的最直接的原因 英军走了 露西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跟英军一起走了 从此露西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家人 她曾为此极度痛苦 在孤独和绝望中写信给妹妹 请求他们与她联络 但她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也没有得到父母的原谅 露西没有消沉下去 她的快乐天性和豁达的人生态度 让诺克斯对她如醉如痴 露西一有机会就带着年幼的子女到军中与丈夫团聚 她的笑声把快乐带给每一个人 在所有的军官太太中最漂亮最活泼的是格林的妻子凯蒂 她年轻貌美 舞姿轻盈 很得超级大舞王华盛顿的欢心 1779年为庆祝美法联盟一周年 诺克斯在她的指挥部办了场舞会 华盛顿先跟露西跳了一曲算是开场 又跟每位军官太太各跳一曲 在完成了她的社会责任后 剩下的整个晚上她都与凯蒂共舞 他们一曲不落地跳了三个小时 一次都没坐下休息 像所有的男人一样 华盛顿对美女基本上没有免疫力 但她有意志力 尽管她与凯蒂关系密切 却从没有跟她传过绯闻 女人们在享受与丈夫团聚的美好时光的同时 也对大陆军的悲惨处境忧心忡忡 他们在军中的所见所闻 让他们无法袖手旁观 玛莎通过各种途径 把大陆军的状况告诉各州政要的妻子们 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男人无法停止勾心斗角 难道女人也要变得彼此陌生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玛莎感到非常欣慰 因为她看得到 女士们超越了他们夫君的政见分歧 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 对革命理想的支持和向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